来那我们就准备进入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编辑器了 来我先带各位准备来使用这个现在目前很流行的 应该是在我们教育这个平台里面越来越多人使用的这个Google Colab 那不管老师们有没有用过 那我今天的话还是会手把手带各位老师们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操作 一起来做这个操作 那Google Colab的话基本上你叫Google账号 这样可以吗 那我有跟这个王老师有做过沟通 因为可能有一些县市他对于他这个Google账号在做登在做这个服务的这个算是选项的时候 他没有把Google Colab这个选项打开 所以有些如果说你用学校账号登录你发现你没有Google Colab这个服务的话 再麻烦这些老师你可能要用自己的Google账号来做登录 这样可以 好我先做个简单的说明 那我们来进入我们的这个讲义的内容 好那Google Colab的话 那你在Google Colab上面你所撰写的程式码预设它是存在你的使用者的Google云段硬碟当中 那执行的时候它是藉由这个档案来运作 它会开启一台虚拟主机来帮你运作你目前的执行的这个环境 所以它这台虚拟主机它还提供你很强大的运算功能 它不会使用到你本机的环境 不会使用到你本机的环境 而且很厉害它还提供免费的GPU 这个实在是太佛心了 那Google Colab上面它预设已经安装一些机器学习所会常会使用的一些模组 像TensorFlow Psyche-Learn或Pandas你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还不是重点 其实不是只有这么强大的模组它要安装 有一些我们常用的模组它也都安装好的 所以那台主机只要一按起来 怎么样 你在上面如果说什么不是非常特殊的话 或者是非常客制化的这些模组 你基本上都可以直接使用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你自己在本机安装的时候 我相信各位一定有这样的困难 有这样的烦恼过 你如果说你要在你的本机上面装有一些模组 真的很啰嗦 因为它会讲求它要什么版本 跟别人合作 别人要什么版本 然后安装要有顺序 装错要一切重来 那在Google Colab上面 它都帮你整理好了 我只要把主机按起来 我就可以开始怎么样 设计可以开始执行 我跟各位讲 这样的环境的话 对我们来讲 以初学城市设计来说 这个很重要 我过去在教城市设计的时候 如果说我到学校去 学校的主办单位没有帮忙 也就是我去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安装环境来说 我都非常的烦恼 好 为什么 像以前如果是Visual Studio Android Studio 像类似像这样的开发器 它都怎么样 它都很大 然后每次如果说我要到当产台去下载 你想一个人下载个3G、5G、7G、10G的 然后有50个人同时下载 电脑教室的loading都太重了 能够在中午以前大家把环境都搞定 我真的就谢天谢地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教学的过程当中 你想如果是你的学生看在眼里 我回去的话 我要花那么多心力 而且还那么多老伤 我才装得起来 我会有那个星星在自己的电脑把它装起来吗 所以很多学生会 你看他都想光这个环境安装就把我打败 我就不要讲什么程式设计 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把第一个环节 也就是第一个我们会遇到的困难 你把它很轻松的解决的话 我相信对于资讯教育的推广有一定的帮助 所以我们这里的话 我先带各位来使用Google Collect 好那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之后 我们进入它的环境 请各位老师现在看到我的这个连结 我把这个连结 点一下 我把它贴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那请各位帮我做一个点选 如果说你这个网址太长 或者是你不方便连结我们的这个简报的话 来你可以用这个 我现在有贴在聊天室这个连结 你可以把这个连结把它打开 你现在会看到我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画面 来那各位一边点我这边一边说明了 这个是我们开启Google Collect 它预设会显示的画面 它这几个画面的这个意思是这样 来请看一下 第一个是范例 因为它是推广这个比如说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一个平台 所以它其实里面已经提供了非常多很有趣的范例 包含的就是可能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范围的内容 好那你如果说有一些想要study的这个主题的话 您不妨可以用这个范例我打关键字来做一些搜寻 它这个是它内部所提供的这个范例 那每一个范例都是一个note 都是一个Jupyter Notebook 就是它的笔记本 你可以藉由这样的点选 藉由这样的点选就开启不一样的笔记本来做练习跟执行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最近 最近什么 这个我们比较能够理解 就是最近所开发过的专题 开过的档案 这里会帮你做一个记录 有时候我们在开发就是怎么样 我档案存了 因为有时候找半天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以下就可以找到你的档案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是什么 来当你在你的本机 我们使用了 应该是说当你用你的Google帐号 使用了Google Collab的服务之后 它会在你的云端硬碟 我等一下带各位去看 它会开一个资料夹 这个资料夹就是预设储存 你等一下新增出来的这些资料 这些资料 这跟各位先说明一下 我们等一下会去看一下Google云端硬碟 来第三个叫Github 这个是他很厉害的第一点 这是什么 来如果说你有Github的这个账号 你有Github的账号 像我本身在上面有这个注册账号 那你只要经过这样的授权之后 它可以跟你的Github上面的这个专题做一个binding 你可以在这边编辑完就直接在那边备份 在那边上传 在那边做版本管理 那你也可以借由这个Github上面的你的这个仓库来跟其他的人来做分享 其他的比如说相同的协同的这些专案开发者 大家分享起来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它是一个神结合 真的很好用 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试试看 好 再来如果你有在什么 我跟各位讲 现在像Google的研讨会 或者是Microsoft的研讨会 跟什么 跟Python有相关的 不管是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 或其他领域的资料科学 相关的这部分的研讨会 我跟各位说 你很有可能拿到很多其他人给你的Sample 这些范例的档案是什么档案 是JubyTernobook的档案 就是.ipynb 像这样的一个格式的档案 那你想要在你本机做实现 或者说我直接用Google Collab来做实现 那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做上传的动作 还有就是说有些档案是你的朋友分享给你的 他分享的这个内容 本身它就是用这个ipynb的档案格式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做上传 这个就是由你本机的档案来做上传的动作 你想既然能够上传 我们这边就能够下载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档案下载的备份的问题 好 那到这里为止的话 我是讲说怎么开其他档案的方法 那今天的话 我们从一个新的笔记本开始 请各位帮我点选右下角的新增笔记本 好吗 帮我点选这个连结 来新增一个笔记本 新增一个笔记本 来你会进入像我现在目前画面上面的这个状况 如果OK的话 帮我再讯息列帮我打一个OK好吗 来那我快速的带一下各位来看一下 掌握你现在目前的编辑环境 掌握你现在的编辑环境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你现在看到的是Google Colab的这个编辑环境 在这之前像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我很重视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看得清楚我的程式码 所以一般我来做教学 我都是一边coding一边做说明 一边跟学生做互动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希望我的学生可以看得清楚程式码 那我习惯的方法 因为它是浏览器 其实就很方便 对不对 你就直接按着Ctrl键 滑鼠往上推 它就会放大 所以各位老师您如果在教学 您不妨也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先争取最好的一个编辑视窗 当你在做荧幕分享的时候 你的使用者会看得比较清楚 因为我看过很多讲者 或者是很多这个程式在做教学的时候 哇 那个程式码小到怎么样 我要用神预测 我要跟他通灵 我才看得懂那字是什么 对 那不要那么辛苦 好吗 请各位老师 对 你要争取比较大 比较好的视野 来跟学生做互动 他在做coding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就会比较方便一点 这个地方我们先做一个基础的 你可以借由这个方式来做什么 来做这个编辑 来放大你的视窗 好 第二个来 请各位看一下 它上面是它的功能表 那这些功能表的话 就是有一些 就是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操作 一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详细的操作 你可以借由这个功能表来做 借由功能表来做 这是第一个 叫做它上面的 有的一个功能表 第二个 看一下这个地方叫侧边栏 侧边栏 来请各位朋友 请各位老师们帮我看一下 侧边栏的话 你点选它会展开 展开 那目前第一个地方叫做目录 为什么叫目录 等一下各位也有感受 因为我要带各位老师为你的作品做笔记 你会发现 Google collab称为它称它的档案都叫笔记本 因为它其实跟我们 如果说各位有上过我那个Jupyter notebook的课的话 它就是用Jupyter notebook的这个概念 就是用它的编辑方式来配置它线上的作品 所以它每一个档案都叫做笔记本的意思是这样 既然是笔记本就是什么 你可以在同一个笔记本里面写下你的笔记之外 你也可以写下你的程式码 一边可以看笔记 一边可以执行程式码 这对我们学习来讲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你在整个这个code上面 你只能怎么样 一直看程式码 然后搭配你旁边的一个笔记的话 是不是比较麻烦 那如果说我能够把笔记跟你的程式码结合在一起 放在一个地方 对我们来学习来讲 对你分享你的资讯来讲 对你的教学来讲都很方便 所以等一下我会带各位来做 你怎么来做像这样的目录 你只要一打开 左边就好像一本书一样 你就可以点选某一些节点 每个节点的话都可以有你所谓的重点 还有你的sample code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叫做搜寻跟取代 这个地方对我们程式来讲也很重要 对不对 你常常会有在写程式的当下 你不知道说我要修改哪里 或者是有一些重点 我要修改哪些前缀字 后缀词 像类似像这样的一个内容 你可以用寻找跟取代来做 这是第二个 来第三个 第三个的话叫做程式码片段 各位老师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程式的开发当中 有很多很重要的程式码的一些内容 它都帮你怎么样 都帮你写成了一个一个的程式码片段 如果说我需要某些功能 其实我可以在这边搜寻 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人贡献的程式码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引入你的专案来做使用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程式码片段 这个窗格所重要的这个功能 重要的这个功能 好 第三个这个地方的话 这是新的功能 这个地方的话是所谓的变数 你可以在这边 可能可以去查询你的这个变数 执行阶段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地方我们用到的时候 再跟各位老师做分享 好 再来最后一个 这个叫档案 为什么有这个档案 你有没有发现我按档案 右边写正在连线 有没有 正在初始化 好 那如果初始化完成 这里写以连线 有没有 它这里就会有档案的内容了 有看到吗 所以你去选选档案资料夹 或者是你一进来就执行连线的动作 它做什么动作 Google Colab就是在这个什么云端里面 帮你开一台虚拟主机来执行你目前的笔记本 了解吗 所以这台虚拟主机的话 一开起来的话 它就拥有很多这个主机上面的功能 你就可以利用这台主机所提供给你的服务 你看到这里有它提供给你的RAM 跟你的Hardy目前的情况 好 那左边就有什么 你硬碟里面目前配置的一个内容 这个资料夹是它开给你的 开给你的 那你会发现预设它有给你一个Sample Data 有看到 你可以把它展开 你可以把它展开 Sample Data里面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过Google Colab的话 它基本上是先来推广机器学习跟深度学习 所以你在做这些不管是哪一个学习 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 资料很重要 资料很重要 你要利用资料来做什么模型的训练 然后来做后面的有模型的训练之后 你才有后面的不管你是要做预测 还是要做所谓的AI的部分 那这些资料来源 它这里给你几个资料 是比较什么经典的资料 例如像什么 来你看这个 这叫做加州房价资料 如果各位有在玩这个 所谓的卡古 像一些网路上比较大的资料库竞赛 资料科学的部分 用Python来玩 加州房价是一个很好的办例 对不对 好 再来第二个叫什么Minist Minist 这个根本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深度学习的什么 所有的范例字母 对不对 手写辨识 它的资料的话 这里也有提供给你 所以如果说你刚好就是要用这个来练习 它就给你这个Sample Data 它放在一个资料夹里面 那如果不需要 没关系 你就让它留着就好了 那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上层资料夹 有看到吗 其实你一点 你会发现如果有在玩主机的老师 你看到这些资料夹的结构 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眼熟 对不对 你有发现这样的结构 这个资料非常的眼熟 它就是一台Linux的主机 只是它这里面的配置 所以你可以用Linux的观念来管理它 来管理它 那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些指令 好 那这边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我如果要回到刚才的资料夹在哪里 各位知道吗 刚才的这个 所以我们整个笔记本的 它的所谓的根目录在content里面 在content里面有没有 到sample data 有看到我们的sample data 对 这样可以吗 先给各位有这个概念 先给各位有这个概念 就这里有content 这里有sample data 好 那你想说老师 那我要回到刚才那个状况 我要回上一层 可不可以 我要进入这一层可不可以 我跟各位讲 我还没找到方法 好像不行 那要怎么办 我找到唯一方法就是请你重整一下这个页面 来请你试试看好吗 所以这边操作你都不用怕 你就跟着动就好了 你看是不是回到sample data的根目录了 好 好 那一旦呢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们今天执行的档案 我们执行的内容 都还不会跟档案做互动 所以如果说一旦 像我们下下礼拜就会有 有跟档案做互动的时候 你档案可以放哪里 可以放这里 就可以放这里 例如你需要图档 因为如果说像你要做机器学习 你要做深度学习 你是不是要做一些 比如说图像的一些辨识 像computer vision 你需要做电脑视觉的 或者是说你需要做一些 比如说人脸辨识 你需要一些图片的话 你要上传到哪里 就是上传到这个资料 你就可以做处理了 做处理了 好 那如果一上传之后 还没有看到这个档案 例如我做 比如我们下礼拜 我们教各位做网路爬虫 我要爬一些图片的资料 爬一些二进卫档案的资料 爬一些文字的资料 我要把它存档的目的地 你也可以设为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档案的内容 好 那如果说来不及这个显示的话 来 你可以按中间这个重 重整 它要帮你重整这个资料夹的内容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更重要的重点是这样 这个我今天我先 今天我们先不做这个连结 是这样的 你可以再跟你的这个云端一点做连结 也就是我刚好 比如说 我利用collab里面的这个效能 我用云端帮我训练好资料 它产生了我的模组档案 它产生 我比如说我去爬虫 我去整理完的资料 我存成了不管是CSV档 或者是我存好的H5档 或我存好的其他的这个资料格式的档案 因为这台是主机 这台虚拟主机它是有寿命的 如果说你这样放着不动 大概12个小时 最多它就会怎么样 帮你把它关掉一切归零 就像我们去电脑教室 你的电脑被还原一样了解那种感觉吗 所以如果说你有产生这些档案 而且你又是需要的话 你可以把它存到你的云端硬碟去 我们就可以藉由这个第三个按钮 来做连结 那你就可以存到 看你要存到你云端硬碟的哪里 那我们这里先不操作 我怕说这个会模糊我们今天的焦点 如果说下礼拜的话我们就要用到 好 那如果可以的话 我先带各位先看一下 当我如果启动Google Collab之后 你会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多了一个空间 我的硬碟快满了 这里也会有一个预设的资料夹 叫做Collab Notebooks 有看到吗 所以你等一下所产生的资料 像我现在新增的这个档案 你知道要去哪里找它了吧 它会存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的Collab Notebooks里面 现在我的这个档名叫Untitle3 这个地方叫魏命名3的.IPoNB 它会存在这个地方 OK 来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那我先快速的跟各位讲解一下侧边栏 到这边应该OK 好这个是侧边栏 那我们等下用到的话 我会打开这个侧边栏跟各位做说明 然后这边的话 如果你不使用的时候 我会建议各位老师 因为我的立场 我永远是比如说我在教学的时候 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老师答声 所以我会帮他争取他比较好的视野 如果我没有用到我会画一个叉叉让他关起来 这样OK 好 那这也是跟老师们分享 我在使用我在教学上面所遇到的 那我的习惯是怎么样 来第二个来请各位看一下 我先改一下档名 上面的话是现在目前他档案的名字 他叫ntitle3 你可以直接点他 那这边命名的规则有没有规则 我跟各位讲他没有规则 你可以打中文打英文打数字都可以 都可以他没有规则 他不会限制你打中文 那例如这里的话有没有 我就用今天的日期好了 叫2021-1123 好了 23 好 来我就先存一下我的这份collab 我再存了我这份collab 来那各位老师 我等一下的话我会开共用 我会开共用 我会把我的googlecollab的这个连结 我会贴在等一下 我会贴在我们的这个讯息列里面 那我的目的就是说 如果说各位老师 如果你听来不及 你可以对照我的程式码 你可以把它开在另外一个分页 这样可以吗 我会把我的googlecollab的内容 我等一下灯打的所有的内容 你可以直接在那边看到我执行的内容 这个也是给各位老师做一个 一个算是一个 你如果在未来教学 你可以参考 你也可以把你的程式码 有没有 开一个分享给学生们 开在另外一个分页做参考 这样了解吗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他等一下 比如说你在key in的当下 他哪一个环节漏掉了 因为我常就是遇到学生 在某一个环节 他失神了 他恍神了 回来已经不知道身处何处了 他没有一个资源 我一个老师也没办法 maintain 到那么多学生 那他就采取怎么样 就采取放弃学习的态度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拉着所有的学生走 所以我会给他比较适当的这些support 那等一下的话 我会把这个连结开放共用出来 放在我们的这个通话的这个讯息里面 让各位老师 你也可以开在另外一个 这个所谓的标签里面 就开一个tap里面可以对照 可以对照 好到这里可以了 我们先改好档名 我等一下再开共用 等一下再开共用 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他最重要的部分了 好 来 各位老师可以看一下 我们现在下面的这个地方 叫做城市的编辑区 那这个编辑区的话 它的城市概念跟我们以往 你用以往的这些编辑器有点不一样 它是用所谓的城市码方块 跟我们的所谓的文字方块 来 这边叫做城市码 它叫储存格 为什么叫储存格 各位 如果说你转成英文的话 它的名字叫sell 跟那个excel的储存格是一样的 叫sell 它是用城市码sell 就是叫做城市码储存格 跟文字储存格 来铺陈它的整个结构内容 铺陈它整个结构内容 预设你所看到的这个1 这个画面它是什么 它是所谓的城市码的储存格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前面登档 你的城市的内容 我们先来试试看好吗 请各位老师来 我们一起来输入第一个 你会学到城市 我们在做这个城市 Python城市里面 第一个一定是输出城市 然后我们写城市设计 一定会写这个城市 叫做hello word 最简单的hello word 来 请各位帮我一起来 我们现在把这个城市先完成一下 我先来打一个hello word 好 这个指令是我们一定会第一个学 叫print 你会发现它的自动完成的功能非常强大 你打一个指令 它大概就给你一些提示 有看到吗 print 里面我因为要打字串 字串是我们的Python里面最低属的资料 它的表达方法很简单 就是一个成对的双影套 或成对的单影套 一定要成对 不成对的话 你就会出错 好 例如我给它成对的双影套 里面打上我要显示的文字 显示的文字 来 我把这个 好 我打完了之后 有没有 这个好 就是目前我们先到这个地方 接着如果说我要执行它的城市内容 其实你有几个方式 最建议的方式 因为现在的学生比较会用滑鼠 看一下左边这里有一个执行纽 好 如果你的这个 这个笔记本新开出来 还没有做连线 它什么时候会开始做连线 除了我们刚才点开这个所谓侧边栏 档案资料夹的侧边栏之外 就在你第一次执行程式的时候 它会去把那台主机生成 了解吗 好 来 我做一次执行的动作 有没有看到 它就马上给你在这个 sale的下方显示它的一个执行结果 我就在这边可以看到它的执行结果 好 来 请各位帮我完成到这里 好 请各位帮我再完成在这里 你打一个简单的程式 好 然后我把它做一个输出的一个状态 它就直接可以在我的目前这个sale的下方 显示它的执行结果 好 那如果你完成的话 请你帮我把它改成Hello Kitty 好吗 例如这里我把它改成Hello Kitty 完成了之后我要怎么样 再做执行 你可以按这个执行纽 它就会帮你重新执行 这是它的执行结果 这是它的执行结果 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 最简单的一个程式 最简单的一个程式 好 那你一边导一边讲 你看一下这个程式码输入完毕之后 如果像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在做执行的时候 你的执行结果可能没有那么单纯 你可能有十几行甚至几百行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执行结果 我不重要 我已经看过 我想要把它收起来 把它清掉怎么办 很简单 来滑鼠一过来 左边有一个清除它的输出内容 你把它按一个叉叉 它就会被清除掉 到这里OK吗 应该都还不是很困难 对不对 所以这边不是可以打一行而已 你可以在这个 我再打两行 比如说 Hello David 来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比较老牌的程式设计师会喜欢 喜欢怎么样 把你的手留在键盘上 不要一直怎么按滑鼠 这里要怎么执行 用快速键 你可以按Ctrl加Enter Ctrl加Enter 它就会执行 这样OK吗 请各位试试看 如果你跟我一样 你跟我一样喜欢怎么样 手留在键盘上的话 你打完程式要执行 按Ctrl加Enter就好了 它就会执行当下这个Sale 它就会执行当下这个Sale 这样OK吗 比如说这里的话 我把上面mark起来 我把它去掉好了 去掉 我想要做一个运算 这边可以做很简单的运算机 比如说 1加2加3 我刚才打太快了 来 1加2加3加4加5 要执行 按Ctrl加Enter 它就可以结果 15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程式执行的一个方式 到这里OK 应该不会太难 应该不会太难 如果我等一下讲太快 再麻烦各位老师跟我说一下 如果我等一下讲太快 好 这个是所谓的程式码的储存格 程式码的储存格 它基本管理也很简单 那我们来讲 我们先来讲说 如果说我写完了 我要写其他的程式 其他程式我要怎么做 来请各位注意一下 它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 你在画面上已经看到了 在上面有一个加程式码 有没有 你可以借由这码一加 有没有 下面就会新增一个程式码的一个内容 你就可以在这边打第二段的程式码 可以分开执行 这边如果用Sale隔开 这边执行是这边的事情 这边执行是这边的事情 了解吗 所以你可以单独打不一样的程式码 在不一样的Sale 所以它才可以分段做笔记 这样了解吗 例如我这里要讲一个什么 4回圈的一个范例 我这边打完 下面我可以打一个fire回圈的范例 我可以分两个什么 储存格把它分开 这样了解 好 这边是什么 下面要加程式码 你的方法的话 就是直接在这边点一个程式码 它就会在你的下方 加入一个程式码储存格 好 除了这种方法 还有别的吗 还有 来请各位看一下我的滑鼠 我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储存格的下方 慢慢移动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选单 有看到了没有 这里我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加这个程式码的储存格 好 那如果是我要在这储存格的上方 加上储存格 一样滑鼠慢慢移动到上面去 它一样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选项 你直接按这个按钮也会出现 这样了解吗 这个就是新增储存格的方法 新增储存格的方法 好 来到这里OK吗 那我要删除呢 我要删除 一样用滑鼠 很简单 当你在点选某一个储存格的内容 右边会出现它的所谓的什么 工具列 这叫储存格工具列 你可以有几个功能 我这边稍微说一下 比较重要就是删除 我不需要这个储存格 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这里 好 这里 好 我不需要这个储存格 我就可以把它删掉 好 这个储存格 如果我不要的话 我也可以把它删掉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你常会用的还有这个 比如说 好 我想要调整这个储存格的顺序 你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把它调到上面去 或者是用这个方法 把它调到下面来 好 我们先讲这几个功能 就好了 我新增储存格 然后我把储存格怎么样 可以新增 可以在上面新增 在下面新增 然后我可以怎么样 删除某一个储存格 删除某一个储存格 或者是来调整它的顺序 好 到这里OK吗 好 应该还很简单 对不对 好 来 那各位老师接着 接着 你一看哦 我现在的画面上面 我所使用的这种储存格 它的格式叫程式码 叫程式码 好 那还有另外一个 你有没有看到有个加文字 有没有 这里有个加文字 这个就是要怎么样 让你做笔记 想想说笔记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我们一般程式码 你在做笔记 你可能会怎么做 我可能就在程式码里面加注解嘛 好我先讲一下 Python的注解符号是井字号 好 该井字号后面的程式码 它就不会执行 好 例如我这一节 1加2加3加4加5 那你 执行的话 它不会有任何输出结果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被注解掉了 它不会执行它的内容 好 这是注解符号 那我这边顺便讲一下 我如果加注解 有没有快速的加法 例如我的程式码不是只有一行 我可能有 2 3 4 好 有好几行 我如果要同时把它加注解的话 同时要加注解的话 要怎么做 一样 你把它选取 选取起来 请你帮我按快速键 Ctrl键按着 按着右边的那个Shift键左边 是不是有一个问号按钮 其实如果是你Ctrl键按那个按钮 不是那个问号 是那个右上左下的斜线 对不对 请你帮我按Ctrl键按那个按键 就会帮我加注解符号 再按一次 它就会取消掉 这样了解吗 因为这个动作比较常做 我先讲 这叫加注解符号 所以等一下如果说程式码的内容 有某些区块 你不需要怎么样 你不需要执行 或者说我想要把它注解起来 等一下再做执行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加注解 Ctrl键加上我右边那个Shift符号的 左边那个按钮 右上左下的这个斜线 这样子把它打上去 对行号不需要自己打 行号可以使你们的现在画面有行号吗 没有是不是 好那各位老师如果没有行号的话 来我来带各位来做一个设定 那刚好讲到这里 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我的画面 来右上角 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编辑按钮 这里 对不起 应该是这个叫设定按钮 开启设定 不是这个编辑按钮 开启设定 来你帮我把它点一下好吗 好 来 请你帮我到编辑器的部分 好 好 那首先呢 这里有几个选项 我会建议各位老师 好 我们刚才虽然可以放大缩小我们的界面 其实你也可以去设定我里面的文字 基础的大小是多少 那基本上我的习惯我都是把它调比较大的 好 比较大的 好 这是第一个设定 好 跟各位老师分享 第二个 因为我们的python里面缩排很重要 好 那缩排的话 你在一般的编辑器缩排是缩几个空格 其实是四个空格 好 很多的编辑器预设是四个空格 那这里的话 我会调整成两个空格 原因是什么 我跟各位老师说明 是因为 在collab上面 它现在目前所显示的程式的字形 并不是比较适合我们繁中显示的字形 它比较像大陆那边的字形 所以它每一个空格都空很开 了解吗 那我一旦缩排会觉得说 哇 不知道缩到哪里去 它会间隔比较远 所以我自己的习惯 我会把它怎么样 缩成两个空格 那请各位老师也可以参考一下 来 那下面的话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的 我这里没有显示行号 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核选的话 请你帮我核选一下显示行号 那可以 这样子的话 有行号的帮助的话 对各位读程式码比较方便 因为我们在沟通 我就可以跟你讲 第几行出问题了 这样可以啦 OK 来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里的设定的话 基本上我比较建议各位做这个 做这个这几个设定 就是字形的大小 缩排的方法 还有对 我要显示行号 好 那第二个 我们其他可以逛一下 这里是它的网站的一个配置 比如说我现在目前的教学 我用的是like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亮的画面 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大壳的话 你可以用大壳的模式 这样了解吗 那我这里的话是用like 好 那下面的话 下面的话 来 这比较重要是你Github上面的设定 如果你有设定的话 可以来这边看一下你的这个 比如说我已经做连结了 我可以前往它 把它做注销的动作 或者是说你没有连结 你可以在这边做登录的动作 还有像其他 这个比较好玩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有这个模式 你可以把它和弦起来试试看 你回来 我刚才有没有按储存 好像没有 来请各位看一下 再做一次 你可以把它按储存 好 那等一下你再打程式码内容 你有发现上面就有这个 刚才的这个科技犬 或者是那个狗狗 会在上面跑来跑去 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我通常会怕干扰我 我会把它关掉 各位老师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把它打开 如果说你可以看别人的教学 上面有那个狗狗跑来跑去 现在你会设定的吗 现在又有一只猫跑出来 有没有 那我还会换颜色 那你各位老师可以试试看 在哪里做设定 在这里 这个齿轮你按下去 在其他的地方 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开启科技犬模式 跟猫咪模式 然后完成 记得要按下面的储存 它才会生效 那我前面的这个是我的行号 是我的行号 来到这里OK吗 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刚才加的东西 所谓的程式码储存格 就是说程式码的sale 那什么是文字的sale 文字的sale的话就是什么 我如果说我不是要在程式里面做注解 我是想要写一个什么说明的文字 那这个说明文字里面 如果用注解就能够解决的话 当然用注解就能解决 可是如果说你希望它的内容 看起来更丰富一点 例如 我想要它显示的文字是什么 有标示的 比如说它有粗体 有斜体 有字下线 这个这样的文字格式叫rich text 叫做什么 负有格式的文字 我希望它可以什么 加上粗体 加上鞋底 加上字下线 甚至也加上 例如有什么 有编号 有项目符号 有这样一点一点的 这个条列式的这个符号 有项目符号 甚至呢 我希望在这个说明里面 有我参考的 有reference的什么 超连结 或者是说 我有图片 我想要在里面可以显示图片 我是不是有一个比较专业的 一个显示区块 对我的讲义 对我的笔记 有更好的阅读的 环境 这样的笔记的内容是不是更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字区块 这个文字区块 在我们的Jubit Notebook 也就是像Colab的编辑环境里面 它是用一种语法 它叫做markdown 用markdown的语法 来让我们快速的形成 这些rich text 负有格式的文字 我怎么使用 来请各位看一下我的画面 当你要形成一个文字的储存格 例如我要在上面加一个文字储存格 你可以按一个这个加 它就会帮我形成一个文字的储存格 好 那我要怎么做编辑呢 来各位老师 我们现在大概剩四分钟 我们来打一个基本的格式 请你帮我点两下进入编辑 或者是你选好之后按Enter 它就会进入一个编辑模式 有看到吗 这个文字的编辑模式 看起来的话 上面是一列很像我们握着上面的 所谓的格式功能表 你也可以用这个功能表来加 来加你的标题 加你的内文 加你的出题协题 字下线等等诸如此类的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本身比较建议各位老师 我们用markdown的语法直接来打 markdown语法现在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各位有去看过很多其他的编辑器 像notion notion好像有支援markdown 对不对 像evernote 它有些语法 有支援markdown 还有一些辩器 像我自己也蛮喜欢用 像hackmd hackmd的分享的一个空间 它里面就存markdown的语法 你可以用markdown语法很快速的怎么样 新增你要得说明的笔记的内容 所以markdown语法的学习 对我们程式设计师来讲 我觉得是越来越重要 那等一下老师 你学完这个语气也可以为你的笔记 快速加上这个语法 它的显示内容 第一个我觉得它是好理解 它有逻辑 然后它再新增的格式又很快速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老师 我们可以学一下这个markdown语法 那我这里打几个标准的这个markdown语法 例如标题好了 标题的开头 它是警字号开头 一个空白 来记住我刚才讲的 你打一个警字号 打一个空白 我这里写标题1 好 如果标题2 来它的逻辑是两个警字号 一个空白 标题2 好 以此类推 标题3 有没有 三个警字号 一个空白 标题3 我打 对不起 我打太快了 我打完之后来 请各位老师看一下右边 是不是有马上它的预览画面 有没有 来请各位注意 我这个打法不是警字号而已 要空一个空白 两个警字号再空一个空白 好 好 这是标题1 标题2 标题3的打法 好 再记住 这是markdown的语法 它显示的结果会长这样 显示的结果会长这样 接下来内文怎么打 直接打 这是内文 内文的打法就是你直接把文字就把它打完 打完之后 重点在哪里 我要分段 我要分段的话 记住分段不是只有按enter 最好就是加一个空白行 好 这里是我的第二段 OK吗 哦 分段的方法是什么 对 段落跟段落之间 你除了按enter之后 最好给它加一个空白行 这叫分段 这是一般内容的打法 好 那你还会用到什么 来我们来说明一下 基础的 你还会用到编号 比如说有1是什么 2是什么 3是什么 对不对 这种编号是什么 来1一点 空一格 各位老师仔细看一下我的画面 你看我打1一点 它还是黑色的 有没有 当你打空一格的时候 它就亮起来了 编号1 2一点 空一格 编号2 3一点 空一格 编号3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右边 它是帮我加上一个编号的内容 编号内容 如果你在做说明的时候 没有 哦 步骤1是什么 步骤2是什么 步骤3 这个是所谓的有顺序的编号 在我们HTML里面是什么 嘿 所谓的UL 对不起 OL 哦 OL 哦 LI 你可以做出像这样的编号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是所谓的什么 项目符号呢 来项目符号很重要 来看一下怎么打 来我这里用一个新号 空一格 好 项目1 来 新号空一格 项目2 新号空项目3 看到右边就出现项目符号了 好 来 请各位老师们帮我执行看看 好 帮我执行看看 那我们刚好大概11点左右 等一下给各位老师们休息一下 那如果说你打完这个内文 你想说 哎 老师就长这样吗 右边可以预览 不是哦 当你处理完毕之后 你可以点一下外面空白的地方 好 来 来 我让他结束这个编辑 你可以点一下其他的逐渐 你看 他就把刚才的那一段的内容变成什么 执行的结果 执行的结果就是什么 你做完了笔记的样子 好 好 这里先给各位练习一下 你可以趁这个 如果我要再进去编辑呢 点一下 你可以再点两下 那个滑鼠的左键 或者是按Enter就可以直接进去编辑了 好 这个就是编辑我笔记的一个内容 这样OK吗 好 那你要退出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怎么样 按这个其他的储存格 他就会跳出来了 好 这个就比较快 好 来 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我程式码放在这里 好 我们先下课10分钟 大概11点11分12分好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来 那各位老师我们要继续咯 好 我们要继续了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我们的 如果说你要做笔记 你要用Markdown的语言 那Markdown语言的话 最基础的就是像我刚才现在打的 有标题 有内文 有编号 有项目 那做笔记的内容当然不止这样 我们来做一些比较特殊的区块 好 例如 例如 我如果要为我这个区块 我要写一段什么 比较重要的引文 例如 我这里面想了一个技巧 可是有一个什么 小技巧 比较重要的一些小重点 我希望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什么 内容把它把它标示起来 我要怎么做 你可以这样做 来看一下我画面怎么打 画面我放大一点 标示的方法是什么 你给他一个大于符号 那我再写什么 比如说我写小技巧 好的 小技巧 然后分行 我跟他讲一下小技巧的内容 来 然后把它抠起来 好 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个区块是不是就有小技巧的一个内容 好 来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大于符号 在大于符号 好 请各位老师试试看好不好 那你有没有遇到问题 你有没有打起来跟我不一样 我打这个小技巧长这样 有没有 在这里 上面是我的标题文字好了 这里有标题文字 小技巧 好 有标题文字 有看到了吗 这里就有一段 有没有 他用一个灰色格子把你格起来 然后有缩牌 好 来 如果你打起来跟我不一样 有没有人打起来跟我不一样 有的话帮我打在讯息列 我跟你讲 很多应该会跟我不一样 那有啊 对对对 大叔讲到重点了 虽然这样打你有没有发现 老师你这里有分行 有看到吗 这里 对不对 为什么我打的不会分行 好 来 那我打的要如何分行呢 来来来看一下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叫做我们握的里面有所谓的分行跟强制分行 有没有看到 好 好 那这个地方如果说我空一行叫做什么 分行 强制分行在握的里面叫Shift加Enter 对不对 好 那强制分行的打法是这样 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强制分行的打法是这样 我先打一个空白 我先打一个空白 先让他有分行的感觉 先让他有分行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你执行是不是像我这个样子 对不对 你应该是这样输入的 好 那如果说我要让他怎么样 有直接有所谓的强制分行的感觉的话 除了你有一个Enter之外 前面你要加两个空白 不是一个空白是两个空白一个空白没有反应 要有两个空白 这个是Markdown里面强制分行的打法 了解吗 强制分行的打法 这里 你要记得在按Enter之外也要有什么 这里要加两个空白 我跟各位讲 这是跟特别跟各位分享的 你自己如果去看Markdown的手册 这个地方你要找好久 我都找不到 我是找了很久才发现说 原来是这样子做法 这边是特别跟各位分享的 你看 如果是在我上面这里 我如果是这段文字 到这里 我要分行的话 我按Enter 会发现右边有没有 他好像只有给他加一个空白而已 所以如果要强制分行 你看我再打两个空白 他是不是就帮我强制分行了 这样了解吗 这个地方是刚好跟各位分享 那你说括号怎么输入 你说这个括号吗 好 这个括号怎么打的 这个因为我是用倉截输入法 我用倉截输入法 所以有好几个方法可以打这个括号 那我是在这个 中文输入法的状态之下 我是这样打的 我是window 我这个是window 10 问10 我的打法是control键按着 按那个 左边的那个中括号 那个符号 那个按键 在那个 那个上面那个 有一个那个什么 在enter键上面有一个左右左右的中括号 有没有 我如果要打这个符号 就control键按着 看这个 他就会出现左括号 按右边的中括号 他就会什么 control键按着按右边的中括号 他就会出现右边那个括号 来你可以试试看 这是输入法 这个不是排成的语法 输入了位置 不知道如何打开 好 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有跳出来 例如像这样跳出来是不是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去输入的话 来你选好之后按enter 他就跑进去了 按enter他就跑进去了 这个最快 请你试试看 来 好那如果说你要脱离 有没有 就直接按别的地方 他就会脱离了 好 来 那我们继续哦 我们该打的这个东西都叫 目前我们打的这个区块都叫 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区块的元素 区块的元素 我再讲一个我们常用到的区块元素 如果你要在你的这个说明栏里面 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字的这个笔记 里面你要加上真正的程式码 让使用者他可以直接怎么样参考 甚至给他复制下来贴到他下面的储存格里面 你要怎么打 如果说你像我这种打法 来 我就直接打程式码 print Hello Word W-O-R-L-D 那第二行的程式码有没有 print Hello 不要让他们参考我写的程式码 写在笔记里面 你会发现什么问题 来你看我右边的预览 看我右边的预览 它是不是连在一起了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给他任何的符号 他把你当做什么 他把你当做一般的文字 所以他会连在一起 如果说老师刚刚有教强迫分行 对不对 这里再加两个控板 的确有分行的效果 有看到了 好 问题是什么 你如果给他的sample code 有10行 有20行 那怎么办 你有10行有20行 那怎么办 那不就 打到翻掉了 对不对 那正确的打法是怎么打 来请各位老师们看一下我的画面 如果说你要在你的说明的文字里面加上一个程式区块 就是有个sample code的话 你的打法是这样 先请你要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一定要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因为那个符号比较怎么样 特别 一定要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这里请你帮我打 有那个左边那个tab键 左边tab键上面 我们以前叫做什么小虫符号 对不对 好你直接帮我按那个按键 不要按Ctrl键 不要按Shoot键 我就是要那个plank的符号 三个plank的符号 开头 三个结尾 看到吗 三个开头三个结尾 这个符号不是那个逗号 不是顿号 他在哪里 他在左边tab键的上面 那你一定要在所谓的英文输入法之下 因为中文的话 那个plank符号是全形书 全形内码输入法的开头文字 这会有影响 这你一定要帮我们把它切换到英文的这个状态 英文的状态 然后到上面去 有没有 你帮我打三个这个plank符号 然后三个开始三个结尾 看一下左边 他是不是就帮你这个区块把它mark起来 有个灰灰的底色 而且自动帮你分享 那里面的文字其实用的也是程式的文字 程式文字是什么字 程式文字的字形是所谓的什么 等句字 等句字 文字的话他距离是相等 所以说你在做排版 还做这个阅读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好会比较轻松 因为 我们很多字的话那个大小不一吗 像i 像l 它比较瘦 所以很多字 相同的字元的宽度 你这排起来就是不一样宽 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 来请各位帮我 再打上这个程式区块 好 再帮我打上程式区块 这样OK吗 好 好 好 来我们已经进行到这里了 这个都是所谓的区块的输入 区块的输入 好 区块的输入完毕之后还有什么输入 行内输入 什么叫行内输入 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如果 比如说 这次的字很重要 这是内文 比如说我这里有一个什么 我这里写一个ABCBPFG 这几个字很重要的话 我希望怎么样 我希望把它加出 那加出要怎么打 来请各位看一下我画面 加出的打法 请你帮我两个 信号开始 来两个信号结尾 我看到了吗 这行文字是不是就被 这一个区块的 行内的这个文字就被我加出了 来 这个叫做加出 文字要加出 好 那如果说是 ABCDEF 我要变成斜线 我应该说我要变斜体 你就什么 按一个信号开始 一个信号 结尾 它就会帮我变成斜体 好 那如果是 我又要加出 我又要变什么 斜体的话 来 ABCDEF G 把它选起来 前面三个信号开头 三个信号结尾 OK吗 你看就变成粗斜体了 好 这个是所谓的行内元素 好 以此类推例如 我这里 小技巧 我希望小技巧开头是粗体 小技巧 小技巧这个标题是什么 粗体 开头 结尾 整个标题就变粗了 这样会用吗 这个叫行内元素 好 那我再讲一个最后一个行内元素 好的来到这里 例如我这里有就是要打 我这里面就是有说明 这里有一个程式码的内容 我要讲的是printer这个函数 printer这个函数 好 以这个函数来看 有没有 你如果说在右边 你看一下他的执行结果 好像就淹没在这个什么 文字里面的 没有被凸显出来 如果你要在行内里面让这个printer 或者说你打了一些英文字 或者是有一些指令 你要让他凸显出来的话 你可以这样做 请你一样帮我打一个 就只要一个planter 符号开头 一个planter的结尾 然后看到 这个地方他就会被标示出来 这样了解吗 我现在所教的这个markdown的语法 不是只有在这边能用 未来你如果遇到其他的编辑器 未来你有遇到其他的编辑器 你有遇到其他的这个文字的内容的话 那他如果说有支援markdown语法 我刚才讲的全部都可以用 这样了解吗 所以markdown语法的话我会非常推荐各位老师可以学习 因为 你会发现你打惯了 你在做那个在那些 编辑软体里面你打这个markdown语法真的如鱼得水 好 来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接着我们做最后几个我们时间的话我要控制一下 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想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打超连结 超连结 例如啦 我这份讲义里面这个区块有一些参考的超连结 我想要把它加进来可不可以 可以 好来请看一下 最基础的打 不好意思 最基础的打法 最基础的打法 你直接打超连结 例如我要打google www.google.com 这是最基础的打法 你看他就直接出现google的连结 你可以这样一点 他就帮你前往那个页面 这样子没有问题 这是google 好这是第1个基础的打法 那你想说老师 我不是要显示这个 这个reference的完整的这个什么网址 例如啦 我有一个字叫google 我希望把这个google这个文字 让他拥有超连结的属性 我要怎么打 我要让他有超连结的属性 要怎么打 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如果我要让超连结的属性 前后给他中挂号 后面给他圆挂号 然后圆挂号里面帮我把网址打上去 google OK 来你看一下右边 我是不是这个文字就拥有一个超连结的属性 我手滑过去就可以点开 好这个叫做什么 我设定文字有超连结的属性 这是第2种设定方法 这个要怎么用 例如啦 我文章里面有这4个字 比如这4个字 我希望让他有超连结的属性 而且连网我指定的这个什么超连结 你可以用中挂号先把它挖起来 然后面放圆挂号 告诉他 他要去这个网址 OK吗 你看一下 右边显示的这个区块 有没有 这里就拥有超连结的属性了 好你一点 比如说这几个字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参考 是前往这个网址 你就可以借由这个方法 有没有 打开你的超连结了 来到这里OK吗 来如果来这边给各位参考一下我的打法 中括号 后面原括号里面放网址 那括号里面的话是要显示的文字 这样OK啦 那你就可以 打出很漂亮的这个内容 那最后 我再分享一下 我最后一个分享就好了 我们就要 给各位看 其他的这个内容 然后我们就要带各位往前其他内容了 来这个地方的话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插图片 我可不可以插图片进来 好那我们现在找图片 你如果要插图片到这个线上的这个collab的话 你这个图片要有个绝对位置 也就是说 这张图片要有路径 要有网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请你帮我点一个这个 比如说点这个google 你一定要到这个google的网址 我要这个图案 例如我要这个图案 请你按右键 这里是不是可以复制图片的位置 有看到吗 好我先把它复制起来 我等一样就是在文章里面 我要砍入这张图片 好来请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砍入这张图片的话 你的做法是这样 请你给他一个惊叹号 中括号 然后再给他一个圆括号 跟我们上面差别在哪里 就插在 前面多了一个惊叹 这样OK啦 好 请你帮我把这个什么 图片的网址就贴在这个 圆括号里面 图片就过来了 好 你可以脱离这个什么编辑 视窗来看一下 有没有整个文件里面 有没有 我们的 rich text 有没有 有标题 有内文 有编号 有项目符号 有所谓的小技巧 有所谓的程式区块 有超连结 有图片 好 我再进去做一个编辑 给各位参考 来请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你就可以把图片砍进来了 所以你做起来的笔记就是怎么样 非常的丰富 基本上我现在教的这些格式 你如果去看书 或者是你去查这个markdown的语法 你可能要看得非常头痛 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现在就是我们花一点时间 我带各位把这个笔记的语法 快速的学一次 所以你将来你做这个笔记的话 你就会怎么样 非常的 觉得有条有理 来到这里应该都OK了吗 好 来 OK 好 来我这里要送各位 老师一个礼物了 我要送各位老师一个礼物了 可能有 有一些老师有听过课 你已经拿过了 如果没有听过我们的课的话 老师们我要送一个礼物 你现在会不会这样想说 老师 你讲这么久 我也会做笔记的 我会做笔记的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范例 让我知道说那个笔记如果做得完整 它长什么样子 我带我送一个这个笔记给各位好不好 来请各位把我们的刚才的这个讲义打开 请你帮我切换到我看是第几页 来请你帮我切到第11页 第11页 我这里的话有一个连结叫泛例档案 叫Hello Python 好那请你帮我用它把它点开 来各位这边的话 这个档案就是 给各位做我自己做完了一个笔记 而这个笔记也非常的 应该说就是针对各位老师教学 我帮各位做好的笔记 帮各位做好的笔记 各位的话应该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等一下 各位先不要紧 你先把它打开 来连结在这里 连结在这里 我把这个连结 抠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讯息列当中 等我一下 我把它贴过来 来请各位老师们你可以帮我开这份笔记起来 那因为你是 另外一个账号 来请各位看一下 我开另外一个账号一下 好来请看一下我的画面 你开起来应该长这个样子 其实是一模一样 第11页这里有没有 来这里下面有这个连结 如果你看不到这个连结 好 来 刚才有老师问这个上课档案的连结 那没关系 你的话你可以点这个我现在页面上的这个连结 页面上这个连结 就是collab这个连结 好我刚才已经有贴在这上面了 如果你开起来的话会应该是像这个样子来请各位老师我先说明一下 你现在目前所开起来的档案 会是在用我的云端硬碟打开的 所以各位老师请你仔细注意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复制到云端硬碟 在这里 放太大了 这里 这里 如果是你用你的账号打开你应该会看到 请你帮我点它 它才会复制回去你的云端硬碟 这样了解吗 好那我先带各位老师看这个档案好吗 好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我跟各位老师讲解这个档案要怎么用 所以各位老师现在目前看的是这份档案 那我把这个连结把它拿过来 我刚才有把这个这个我们的那个档案连结贴在这个 我们的视窗上面 就是这个collab的档案 好 那各位老师先 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起来 如果还没有没关系 我等一下再贴一次这个连结 你如果有开这个collab的档案 我跟各位老师讲一下 这个是我帮各位老师做好的笔记 你看 这里面的笔记的内容 你把它扣回去 你才能够执行 然后才能够执行 不然你只能阅读 来看一下 我这里是一个Hello Python 对不对 来你看我这里有做笔记 作者是谁 然后第一个重点是什么 变数与资料形态 有看到吗 然后第二个重点是输出 第三点是什么 输入 第四个重点是什么 运算值 第五个重点是什么 判断式 第六个是什么 自定韩式 第七个是串列 第八个是回圈 第九个是什么 例外处理 那各位老师 如果你拥有这份档案 你想我们刚才 我在前面所铺陈的 我们在教学 城市设计教学里面 所应该要经过的重要节点 我是不是都放在这份讲义 而且 这是根据Python写的 所以他里面的相关的宣告方法 命名原则 或者是这个函数 函事 或者这里面的重要的内容 我都帮各位把笔记写好了 有看到吗 像这资料形态 重要的资料形态有哪几种 我是不是都设好重点了 而且 每一个资料里面 他都有Sample 都有执行的这个什么程式 而且这个程式 你看到这个笔记这样长起来之后 他不是只能看 他还能够执行 你今天上课的时候你就说 同学们这个打开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程式 你看有执行结果 那你可以怎么样 告诉他说 好 那我不要Dev 我要什么Lily 要怎么办 我就把这个名字改一下 就可以重新执行 是不是很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交到下面 好来 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交的是 这个所谓的资料形态 Python里面有四大资料形态 整数 幅点数 自创 不灵值 那他的宣告方法 读下面这个程式 好我们来执行一下 他的执行结果 你看我按Enter Ctrl enter执行 是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执行结果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马上就可以看到执行结果 再往下 有没有 这里的话 我讲Print格式 然后Print格式执行的方法 是这样 甚至 有没有 来 各位同学 我现在想要出题目 请你帮我加一个储存格 帮我加一个程式的储存格 我把题目给你 请你在这里写出你的答案 你是不是直接可以在这边怎么样 新增程式 或者是什么 修改内容 或者是什么 增加范例 也就是说你在教学的过程之中 你可以利用像这样的笔记 去增减你的教学的内容跟素材 你有收集到新的范例 有没有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写进去 或者是什么 你要出题目 你要请同学打 他不用在另外开档案 他不用在另外开程式 他可以直接在这个笔记本里面 有没有 把范例就打进去 而且打完之后 他也不用再做其他的笔记了 回去打开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这样了解吗 这边的话 先分享给各位老师 而且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 侧边栏 你把这个侧边栏的目录打开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就是一本书了 是不是就是一本书了 这里有一个地方你要修改一下 因为我把这个整个区块 我都把它放在一起 你可以把它分开 来 我这边进入编辑 如果说你要参考说 老师你这边是怎么打的 我是不是有原始码 可以给各位看 有没有 那我们这里把这个区块 把它分开来 分开来看 到这里 到这里 我这里的话 再加一个文字方块 我把这个标题的内容打进来 来 各位老师看 我是不是又多加了一个什么 储存格 我把它分开 这是我的标题 然后这是我的什么 结点1 变数与资料形态的一个宣告 你把它打开 我们的书的目录是不是就长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很棒 请各位老师你可以看一下你是不是已经拿到这个档案了 这个档案的话 请你把它复制回去你自己的所谓的collab的云端硬碟 那你可以试着好 来看一下这个我写的这个档案内容 里面是完整的9个节点的教材 9个单元的教材 有看到吗 有没有 变数与 资料形态 输出 输入 运算值 判断 制定函事 串列 维圈 跟最后的例外处理 那你在教学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调整它的内容 甚至来改变它的顺序 因为我把所有的编辑方式是不是都已经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灵活的方法来调整你的教学内容 甚至我跟各位老师讲 这个档案你大概可以就教一个学习 是不是 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 欢迎各位给我一个鼓励 那有问题的话你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这个档案的话我已经帮各位做好了 好 好那我来看一下简包的部分 所以啊各位老师那个档案的话 像以这个档案来讲你可以就是来增减你的内容 有没有变成你的教学重要的素材 你看到你上课是不是只要带这个档案你大概就能上了 所以各位老师我相信如果说你自己已经有学过Python的 其实我们只是花了我花了非常多的功夫帮各位把这个讲义怎么样 把它浓缩在一起 以这个教学配件来讲 我相信应该比很多其他你所拿到的教学配件更实用 而且里面全部是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 不管是不是刚才那个那个 我们教科师上面的重点 你可以根据那个重点来做增减 对不对 来做增减 甚至来做进一阶的 练习 而且你可以在收集相关的讯息 相关的资料 相关的说明 甚至相关的范例 来扩充它 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花时间带各位老师把collab的目前的编辑方式学好 因为这个真的有帮助你的教学 希望各位可以 这个可以体会到我的这个苦心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 就是我自己在做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一直找不到一个秤手的工具 那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可以好好的去把我的这个讯息 一字不漏的 就是把所有的精华都浓缩在这里面 发现这个方法真的很好 所以在这次的研习我特别再把提出来跟各位老师做分享 好 也希望说各位老师在做这个这个 collab的话 你在做这个学习啊 或者做这个教学的时候 他会变成了你的一大助力 你看哦 不用安装 完全免费 执行上面用账号控管 所以是什么 跟着账号走 那个程式码就会到哪里去 你只要浏览器就好了 有网络就好了 再来你现在有这样的教学配件 你在上课的当下 没有 嘿你可以利用这样的配件来进行什么 像这个比较进阶的教学 有时候学生们看这个讲义啊 或内容还不够快 我们就干脆把文件跟我的程式码放在一起 这是我想要跟各位老师做分享的 如果说这边都没有问题的话 应该OK 然后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从现在 左 大概我们还有15分钟左右 到这个 中午 那一直到下午的时间 我就要带各位来 老师我快速的帮各位倒一次 我们在这个python里面学习的各个重点 当然了今天的进度 我没有这个把握说可以全部把它推完 不过我相信各位老师 因为我给的资源应该是还蛮充足的 不管是讲义的部分 或者是说你刚才拿到的我们的college的部分 你都可以根据我所提供的正流 再进去 进一步的再去做这个学习 那 比较重要 或比较复杂 比较在需要提的内容 都很方便 我就是在下一次我还会再做一个加强 在下一次我们是下礼拜同一个时间 除了说加强之外 我会带说 因为我很多的学生 每次学完这个什么 每次学完这个什么 Python 之后都一直会跟我反映说老师我学了这程度 我会啦 能干吗 对不对 很多学生都问我说 老师我学了一个学习 我就只能做这个什么 加减乘除吗 我只能做这些基本运算吗 我能够做出实际的作品吗 我们就是要针对这个 来设计出一些专题 那什么东西跟他们 你他最有感 例如我说我带你去网路上面抓东西 像这种资料的收集 资料的这个合成 是当然了 还有这个其他比如说多媒体也可以玩 或其他也都可以玩 不过我们就是用一个比较进阶的一个主题 带各位老师来玩实际的转题 用Python来做 而且我跟各位讲 是你学过的 是我们课堂上讲完的 我不会有超出范围的地方 有超出的话 我会实际的跟各位讲 我们要多学什么而已 好 那根据这个重点 去交别出来 我相信学生学习 会有成就感 然后我们自己在做加强的地方 你会更有动力去把这个语言怎么样 把它建构的更好 这是我希望的 OK 好 那请各位老师 我们就回到我刚才的这个 编辑画面 我这个档案的话是 1021 123 然后我的 我现在编辑的 我把它共用出来 我等一下贴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好 我把它复制一下 那各位老师你等一下可以把它开起来 然后呢 你先不要复制回去你的云端硬碟 你把它开到另外一个分页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一边打 一边打 如果说 打的当下你没有跟上的话 你可以去重整那个页面 因为他会直接读我现在目前的编辑状况 你就可以取到最新的程式 是吗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把它贴在我们的讯息列 等我一下 这个是我目前要编辑的档案 所以等一下如果说我打的当下 你我没有打完 或者说我打的当下没有跟到 没有关系 你就把这页重整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我最新的这个输入的内容 这样了解吗 我重新连线一下 我的目的的话就是让各位的老师你在做学习的当下 永远不会弱排 拉到哪一个排 你都可以借有这个 学习的这个节奏 都跟上我的程式吗 好 来 来请各位老师我们就准备进入第1个阶段 好 好 那我们第1个单元的话我要带各位进入也叫做变数与资料形态 那我一边做我一边会帮各位老师做笔记 进入这个编辑 1 打法的话因为我自己都习惯这样做 所以我就会要求我自己就是说我一边在教学我就会做笔记 这个地方的话比如说我这一些变数与资料形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变数与资料形态是这样 我先跟各位老师做分享 在我们教变数与资料形态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基本上变数的命名是有原则的 是有原则 那请各位老师听我一下 在我们Python里面的变数的宣告的原则是这样 他可以允许的字源 是 ABCD 这样的英文字母 A到Z A到Z 是他可以接受的 再来 第2个 大写的A到Z 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大小写他有区分 所以小写的A跟大写的A不一样 这样了解 再来 第2个他可以接受是0到9的数字 这是0到9数字 他可以接受 第3个 如果是 你需要用到符号的话 你需要用到符号 他只接受底线 其他符号都不行 我再说一次 英文字母A到Z 大小写要区隔 然后数字0到9 再来 符号的话只接受底线 再来他有一个限制是 你如果宣告变数的话 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 就这样而已 这是我跟各位老师最简短的一个分析 你如果要宣告变数就是这几个原则 A到Z 0到9 底线符号 第一个字不能是数字 这样你就可以宣告变数了 那我跟各位老师在做分享 其实 其实如果说你要避开这些 这个所谓的这些限制 你可以用什么来宣告变数 其实你可以用中文来宣告变数 但是 不鼓励 我不鼓励 你可以用中文宣告变数 你都可以避开 但是 实在是看不习惯 而且输入会比较慢 所以这里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做宣告 好 宣告的是这样子的 在Python里面 如果你要用变数 一定要宣告 而且宣告之后 一定要给他一个预设值 原因是什么 因为Python会根据你给的预设值 设定他的 资料形态 了解了吗 他会根据你的预设值 来设定你的资料形态 这是我给各位 我们要开始coding之前的一些前置的知识 跟各位做分享 好 我们在Python里面 我宣告变数的方法 有哪些方法 来你看一下 最简单的 比如说 X等于0 这个没有问题 Y等于1 这是第一种宣告方法 第一种宣告方法 你可以很快速的宣告 X跟Y这两个变数 这两个变数 好 如果你在宣告的时候 你想说 我有三个数 它的预设值都一样 我可以怎么做 你看 他可以这样 A等于 C 等于0 这样也可以 当我们宣告这种变数 它复值的过程 其实 如果各位有习惯的话 应该从右边看过来 它是从右边过去的 我说明一下 这里的话 如果是一个等号 这叫负值 就是给值的意思 右边的值给左边 右边的值给左边 以这个算式来讲 它是右边的值给左边 对不对 C就变0 然后 B也变0 然后 A也变0 这样了解 第三个 你还可以用什么东西 用什么样方式来做 负值的动作 就是宣告变数的动作 例如我有两个变数 一个叫name 一个叫做什么 age 然后等于两个值 你要给它两个值 它会对应 例如第1个是名字 我要给它置算符号 记住 是对应的双引号 或对应的单引号 我这里打完 David 例如他叫 他有18岁 我这样打完了之后 我就可以看它的结果 你用print的方法是比较快的 这里的话 比如说 print的话 我先讲它 这个是一个输出指令 对不对 我刚才是输出我的变数 应该是说 我设定我的变数 我如果要输出变数的内容 print指令的话 是最简单的 如果说你不考量它的资料形态 我只要单纯的 可以阅读它的一个内容 你就可以直接用print的方法 然后把它变数的名字 打进去 你要看到多个变数 很简单 你就直接用逗号隔开 这个地方的话 是它最方便的方式 例如我这里想要看 X5 Y A A B C 然后我要看 name跟 age 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样一次会输出出来 你也不用转资料形别 用print的方法 我来检视变数的内容 你只要怎么样 把变数名放进去 用逗号隔开 那逗号的关系的话 它会 这个其实它等一下有两个 设定的这个参数 我们等一下说 我们先看一下执行结果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AXY跟ABC 目前的 AX是0 Y是1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ABC 都是0 有看到吗 name的话是David 然后A句话是18 这样OK吗 来请各位老师帮我执行到这里 执行到这里 这个是我们来 设定变数的方法 那这几种是我们常会用到的 好 那我这里再分享几个 例如 比如说 老师这两个就分两行 我可不可以把它合成一行 可以 那你中间加一个分号 就可以让它合成一行 来这样设定 各位老师有看到我在打层次吗 所以我习惯有空格 对不对 这是我个人 输入的习惯 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 没关系 这样了解吗 我只是习惯说 我的逗号后面有一个空格 这样我习惯看起来舒服一点 那各位老师 如果你没有这个习惯 没关系 你一样可以这样用 这样了解吗 好那这里讲到几个重点 我的变数的宣告方法 我这里的话 我还是恢复成这样 单行宣告 变数的宣告方式 为什么要宣告变数 因为 我想要怎么样 可能有一个东西 我可以暂存在这个变数里 然后接受后来的运算 好那你变数是不是一定要宣告 要宣告 我刚才讲的都是重点 然后 宣告的方式 命名有没有原则 有原则 这里也是我们教学的重点 就是 你带学生的话 你要宣告这变数 你要注意几件事情 他只能够接受什么 英文字母 数字 符号 只要只有底线 然后再来 第一个字不要是数字 就这样子 好 再来 宣告的方式有这几种常见的 宣告完毕 我想要看到它的结构 最方便的方法就是用print print如果说你要显示变数的内容 很简单 你直接怎么样 直接把它用 逗号隔开 这样就好了 好 到这里 OK吧 这是变数的宣告的方式 变数的宣告方式 还有它的一些格式的一些设定 我都在这边 很快速的用最精简的方法告诉各位 好 那你宣告完变数之后你想说那我想要知道它的资料形态啊 资料形态 来 那在我们变数里面有四大的资料形态 第1个叫做整数 整数 就是 再来是浮点数就是有小数点的 float 再来是什么 自串 这也是最常用的什么 就是什么 你用单引号 用双引号所隔起来的这个文字的内容 这叫自串 自串 接着最后一个叫布林子 就是是跟否 你设定的方法就是设定它是true 或是false 了解吗 只是打的方法 很多人在打布林子常会打错 第一个就是什么 他认为它是文字 他会把它加上自串符号 这个学生很守规矩啊 对 他觉得它是文字啊 他会把它加上自串符号 不行 然后那个true跟false 还有第2个最常错的是什么 布林子的设定 最常错的第1件 第2件事情是什么 第1个字忘记大写 第2个字忘记大写 我设定一次给各位看 上面已经有x0 然后y等 我再设定一次好了 比如说x等于0 y等1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问题 这两个字都是什么 这两个字都会是变数 我只要设x就好了 第2个我们设 比如说有一个这个π这个变数好了 我叫做3.14159 这个是一个什么 一个浮点数 一个浮点数 第3个比如说是什么 name 这个是一个什么 自串 我叫david 我有自串符号 他就一定是自串 第4个 如果说我想要知道 你是不是已婚 未婚 is married 好 这里你可以设 布林子来看一下 布林子怎么设 true 有没有发现我打true 的时候它的颜色变成蓝色 表示系统看得懂 它是一个布林子 如果你这样打 它是一个黑色 他等下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没有定义 了解吗 所以我们在debug的时候你也可以带学生这样做 就是什么 true 那false呢 f-a-l-se 这叫布林子 这叫布林子 所以我如果说输出完毕 我设定完毕之后 我变数设定完毕之后 我可以查询它的资料形态吗 可以 请看一下 你必须要用这个函式叫type 我用type的话 我就可以知道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AX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来各位看一下我画面 是不是要告诉我它是一个i TNT 好,以此类推如果说我想要知道pi呢 它是一个float 好,name呢 String 有没有,str 好,那我想要知道ismerry 他跟我讲它是一个布林子 这样了解了吗 好,我们用很快速的方法带各位老师 我怎么宣告变数 怎么负值 宣告变数负值的方法有哪几种 如果我要显示这个资料内容可以用哪个指令 接着各种资料形态我要如何去怎么样 去辨别 如果我要显示它的资料形态用哪个函数 用type 好,这样子应该够快吧 而且很好理解 各位老师可以根据我这样的顺序 你在教学的时候可以先带各位 学生们你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变数的一个概念 不管是在设定 在输出 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 好,来 这里是我们的第1个节点 叫做变数与资料形态 变数与资料形态 到这里OK吗 好,我们刚好12点 对不对 来,那下午的话 我们再继续从第2个节点 我想最多要走到6个节点左右 好 那我把时间先交给汪老师